海市盛楼这个计划的目的 是希望让看不见的台湾被看见 让台湾有被改变的可能 台湾文子多 文子馆也很多 姚瑞中的海市盛楼计划调查 台湾文子馆鼓励艺术家 关心自己的土地 所以我们这次去展 新加坡的家地的观众 跟马来西亚或是印尼的 他们都很心有气气焉 我碰到很多他当艺术家 说你们可以应用艺术的手段 去巧妙地陈述一个社会的现象 进而去影响更多的人 姚瑞中的学生们回家乡踏查 揭露四百多处文子馆 他们就到了兰宇区 回来之后他们就了解说 兰宇其实不是一个海岛乐园 还有很多悲惨的故事 它很多的农庄是荒废的 他们看到的是这种现实的影响 异想世界跟着海市盛楼计划 了解文子馆的真相 每周一处锁定UDNTV影响世界